よし 大家好 我是曼曼 我把瀏海剪短了 欸 吃到眼睛 好 首先 我要下歸道歉 其實作者的名字正式讀的是這個 我後來才發現小說封面上就有 我還去問我日文還不錯的朋友 嗯?Google這樣唸 真的可以嗎? 他還幫我查了很多資料說 可 覺得現在有點對不起他 原來這邊就有著名官方唸吧 各位各位網友們 再次下歸道歉 但我不會露出內褲的 好 因為有人希望我分享一下一二本的內容 所以我就想說這次合在一起講 第一本是教學參觀 就是那種家長在教室後方看自己孩子我多麼厲害的炫耀大會 拜託 怎麼可能那麼簡單 雄音耶 不過在講教學參觀當天發生什麼前 我想先講一下前面的小故事 向澤提到教學參觀那一天 其他家長大概沒什麼問題 但有一個學生 他的家庭狀況比較特殊 媽媽住院 對爸爸大概也只有 厭惡可以形容 沒錯 就是哄 他原本是想家裡面會沒有人參加他的教學參觀 但不知道為什麼 他還是忍不住走到媽媽的病院想告訴他這件事情 肚念不見的媽媽 直到運動會後才又有互動 相處上還是有些變扭 雄一直在想說 這時跟媽媽提說教學參觀的事 對她是好還是壞呢 所以面對媽媽時 她的話一直卡在嘴邊說不出口 雄之丹也一直放在口袋裡吃飾沒有拿出 雄的媽媽在見到兒子的依樣後 溫柔的開啟話題 雄發現自己讓母親擔心了 就不重要跟她分享在學校的事 後再見到媽媽時就會變得很像小孩 害羞 撒嬌 又很開心 這邊說的撒嬌不是那種 嗯 媽媽 買給我了 那個叫任性 我說的是神情會比平常溫柔 話語中也帶有情感 會對對方產生依賴感的那種撒嬌 這時姊姊都沒來了 後要起身離開時 通知彈就這麼戲劇性的掉出來了 後的媽媽見賺對此感到很抱歉 姊姊就提議她要代替不能去的媽媽參加 順便對現在轟上課的影子 轟當然說不要 又不是小學生 聽到轟說不要的媽媽 從原本興奮的眼神 突然轉變為失望 轟就妥協了 為了媽媽 她願意忍 不覺得轟真的很單純很孝順嗎 她有一些很可愛的小舉動 光憑我片面支持無法感受 身為一個轟廚 在開始的時候 反偏一直有粉刮爆的氾濫 啵啵啵啵 然後就到了參觀當天 家長和老師遲到 同學們正在奇怪 為什麼都看不到老師和家長時 眼前就出現了敵人 和被勞倫關注的爸爸媽媽 大家都不知所措 在場面混亂的情況下 大家一起合力搶救出人質 這部分的描寫蠻精彩的 大場面很有正片的風格 最後順利救出人質後 敵人說了一句 恭喜課程結束了 所有人都 嗯 原來 這都是熊英開的玩笑 但家長看到自己孩子努力的樣子 都很驕傲 這部分的描寫很讓人感動 每一家相處的模式都很不一樣 但都有讓我感受到 只有青青年才有的聯繫 雖然有一家人基本上都是對象狀態 不過那也是他們互相關心的方式之一 吧 說到親情聯繫 課程到結束後 有一個全身火焰的人 所以拿著通知單站在熊英門口 嘴裡大喊 讓我進去 教學參觀快結束了 恢復女郎出來隱瞞 問你這個人 你是來幹嘛的 對方難忘心的回答 我 只是剛好都過想進來抹笑看看 這麼傲嬌的人 跟你們講是安德瓦 你們信嗎 但這個安德瓦 我 可以 還好安德瓦沒有參加 放眼型 應該會變成安德瓦的一支獨秀 不對 說不定安德瓦扮演人是會蠻好笑的 每次我讀到安德瓦的部分 我都會有點出息 我一直不太明白東藝的翻譯標準 安德瓦翻譯成分晉人可以理解 大屋麥特翻譯成歐爾麥特的話 安德瓦應該也會翻譯成安德瓦才對 對吧 分晉人聽起來有種 很分晉的感覺 第二本主要講的是 林間集區的幕後 這本裡面風田蠻多細分的 其中一個篇章就是在講風田偷歸澡堂的事件 對 還有後續 這件事發生在林間合宿的第二天 由於前一天的教訓 老師們刻意分開男女洗澡的時間 但風田色情不改 男生洗完要換女生進去前 風田就潛入了無人的男澡堂 在男澡堂和女澡堂中間的幕牆 鑽那個小洞 這樣 這個洞 這邊加個眼睛 這好難畫喔 看這邊 想透過這個小洞看見春光美景 小說裡有一句話讓我莫名覺得好像很合理 有人問登山家 你為什麼要登山 登山家回 因為山就在我眼前 如果會風田 你為什麼要性騷擾 他大概會回 因為耳牌就在我眼前 後來B班的女生走進來 但四周煙霧瀰漫 只能聽到聲音看不見人已 即使如此 風田的腦袋還是自己有辦法幻想各種百合場景 像這邊的那一夜就依照風田的想像附上一張B班女性的福利插圖 男份們 謝謝風田吧 但是想也知道風田怎麼可能得逞 B班女生的衣服根本就還穿得好好的 原來A班事先就提醒B班要小心 兩班一起合理當場作出這個變態 就將他五花大綁綁在辦公室內 而且也把門把他鎖上 但對風田來說怎麼樣都不能錯過這個機會 於是他不知道怎麼掙脫的 還拿了鐵絲開鎖逃離辦公室 衝向他的天堂 這裡才拿給他的Grespect 多麼堅定的信念 不是 不要做 要被警察關切 反正他終於進到了野生澡堂 但煙霧和泡泡讓他看不清對方的聲音 他也不管就欸欸欸 貼到對方身上 但是奇怪 這個被好像有點結實 一個低沉的聲音回應他 你居然敢偷看我洗澡 這才發現原來是Pussycat的活啊 其實某種意義上來說她是女生啊 一半的 這邊 單行本那頁裡就有提過他曾經去泰國進行變性手術 小說把這個書寫進來還蠻有趣的 充值心很強烈 讓你印象深刻 真正覺得在一般情況下 風田早就被退學了吧 就在這件偷窺事件結束後 B班女生跑來A班女生的房間道謝 很難得看兩班女生這樣聚在一起 就有人建議說不然來班女子會吧 聊些關於戀愛的話題 我們不是很常說誰是我老公或是誰是我老婆嗎 像 但大家平常都在訓練拿到時間交往 所以就說說男生中最想和誰在一起 下面 太幸福了 轟 老包難搞 他們把每個男生都講完一輪了 結果全部GG 看來英雄要有CP產生 還有很常一段路要走 好 差不多就分享到這邊 還有很多我沒有講到的部分 比如 飯田燃料的秘密 長暗的初戀 還沒看的朋友快去看 好不好 接下來應該暫時不會出英雄系列的影片 整個頻道都快變成英雄的形狀了 就這樣 地方債女 良心製作 絕不脫稿需要您的關心 我是曼曼 我們下次再見 bye mama mama mama